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踏入衡阳集市学院校门的那一刻 眼前的情景好像都跟我之前的所有想象都完美契合 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听说这里的就业平台很高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中车 中联中科 比亚迪云轨 特变电弓 都有我的师哥师姐们呢 这里还是大国工匠的摇篮 我的梦想忽然之间清晰了 未来可期 都说学校宿舍会是你这辈子除家之外最流念的地方 而衡阳几师学院将这个十多平米的屋子 打造得如家里一般温馨 这里有疼人的食堂阿姨 给你准备可口的饭菜 让你茁壮成长 和蔼可亲的老师 为你答疑解惑 无数的能工巧匠 从这里走向湖南 走向了全国 我们学校拥有全国一流的师资和实训设备 有多名国家优秀教师 希望大家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梦想 像我们专业的王周同学一样 来到韩阳祭祀学院 是我经过生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因为我相信拥有一门精湛的技能 一样可以让生命意义生辉 他整天与这些设计图和电缆线打交道 学院不宜余力搭建展示技能的平台 给予我们参赛机会和悉心的指导 让我们在这片升级无限的 过渡当风波向上 眼前的这位同学整日与汽车为伴 在他手下的汽车仿佛注入了生命 一切都是那么活灵活现 咱们学校实现设备真的蛮好 感觉学起来也很轻松 我越来越喜欢真的专业了 在校园里还有这样一群让我非常佩服的小团体 模具设计 模具是工业织模 是制造行业的基础 各种产品的外壳和所有零部件的生产都离不开它 我以前写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挺难的 而现在经过老师一番讲解之后 我又觉得挺容易的 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都会用镜头把它们记录下来 如同我镜头下的他们 学校里还有实训课呢 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操作 妈妈你知道吗 我以后可以当初纳 收录师等等好多会计岗位呢 我都为了来的自己充满信心和期待 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和专业化技术分工的深化 现代物流因而生 而我正是看好了这个专业的前景 在美丽的校园 我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他们 来到这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我喜欢新建的事物 喜欢通过加入社团增加我的知识面 在学院还有很多其他社团 比如跆拳道 街舞 龙文华等等 我们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在这里有匠心的读院 有学霸的榜样 有龙华的灵动 有歌舞的飞扬 学生们讲述成长与改变 在学院老师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心 现在我与老师能敞开心扉去沟通 我不再是从前那个胆怯的小姑娘了 我参加了学院 都满手 我找到了许多尊敬 她就是我第二个家 校园给我家庭般的温馨 老师给我家人般的温暖 让我和小伙伴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一点一点成长 找到这个学校后 我开始敢于说话了 不再脸红了 变得开朗了 学校在一点一点的变化 我也在一点一点的成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变得更加成熟了 对父母的理解也更深一步 现在国家对我们暴读季工乐校的轮村孩子们 除了有学费的减免 还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奖学金 家里的负担也越来越小了 没错 我在技师学院的一年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收获 每个人也都在成长着 包括我 我期待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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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有各个人可以加入我们 成年继续学院的 继续自动化 现代物流系 计算机 网络和技术 从模具 设计与制造 机械 工程系 计车 维修与装配 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广告制作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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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画的美美的 唱歌给你们听 带你操作 带你飞 我们等着你 腾阳即是学院 一个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地方 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 追逐梦想 不复赏华